我是妈妈,黑玻璃,我黑白相间 我是爸爸,黑眼线,我也黑白相间 是的,我们有了一国孩子 老大,黑玻璃,随妈,就是墨水少了一点 老二依然是黑玻璃,随妈 看着鼓鼓囊囊的腮帮子跟圆润的小耳朵 想啥的赶紧在公屏上扣衣 老三怎么依然是黑玻璃 爸爸的心态逐渐失衡 忙猜一波老四是什么颜色 会不会像他爹一点 依然是黑玻璃 而且这只跟他妈长得特别的像 简直就一模一样 老五是杂瘾 跟爹妈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老六也是杂瘾啊 这个很奇怪 只能让人感叹一下 这个基因真的是很神奇的东西 老七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熊啊 一看就是这个黑色摸水全都用完了 老八怎么掺进了莫名其妙的黄色调 变成了一只黑黄玻璃 是谁在打印记里安装了彩色的墨水 哇老九更过分 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一只黄玻璃 是你干的好事吗 隔壁老黄 老九怎么直接变成橘色调了呀 你这样有考虑过你爹的感受吗 你被绿了 老王还不止一个 老十橘白相间的肉桂眼线 老十一橘白相间的肉桂眼线 老十二是什么呢 让我们齐声高呼他的名字 橘白相间的肉桂眼线 老十三终于不是肉桂眼线了 是肉桂假面 这位黑眼线父亲 你消消气消消气 先不要急着去找隔壁老橘 我跟你保证 下一个肯定不是这个颜色了 不行你看 老十四是一只白熊啊 你看跟隔壁老橘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吧 别别翻面 老十五应该是一只白熊了吧 同样的事情怎么能发生两次呢 这不科学 这不合理 你们说呢 请听题 老十六是什么颜色 快把你的答案写在公屏上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猜对点赞 猜错投币 当然是橘橘的肉桂了 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答案吗 老十七送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自己慢慢悟吧 两只苍树 两只苍树 生了十七胎 生了十七胎 没有一个香蝶 没有一个香疤 真奇怪 真奇怪 乖